掌声请出我们的第二位选手 杜恩武 有请 董董 这是 大哥你上台怎么还带凶器上来的 这是 大家好 我是北京的杜恩武 您是木匠 你再猜猜 那还能 要不然就是儿歌演唱者 拉大剧 拉大剧 这不就是我们平时剧树那个剧吗 这是一把剧子 我里面还有一些配套的工具还没上来 明白还有电剧 对吧 下面有请 就是那个工作人员 把我的配套的工具拿上来 你看这上这道具看明白了吗 就是给这个剧装了个套 您可以打开给看看 有什么秘密吗 我觉得应该是鲁班的地多少带传人吧 小木唇是吧 你看还有小唇 这里边这不也是吗 这 这是个小剧 这是这个大剧的地理 不对 这个东西不对 这不是那个小提琴大提琴的工子吗 是的 其实呢 刚才我拿的这是一个剧琴 剧琴 剧也是一种琴 剧也是一种琴 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剧呢我们是劳动工具 可是现在呢 那个是经过演变发展呢 它成为一种乐器 所以说叫剧琴 剧历史资料说呢 就是它是产生于17世纪的意大利 哦 这国外传播来的 是 这国外传播来的 哦 当时呢 法木工人呢 那个在用锯子呢 锯木头的时候呢 会发现呢 就是会产生出不同高低的声音来 这个 那您您跟我们演示一下吗 哦 好 OK 好的 这个剧琴它的音色跟 和砍木和锯木头有什么不一样的声 好 剧琴演奏 开始 好优扬 啊 想不到啊 其实就是工具的改良 然后现在它变成了一把乐器 这剧琴呢 它是属于特色乐器 这剧琴呢 就是在演奏上呢 是吧 它有它的难点的东西 那个杨凡老师 您试一下好吗 其实 其实我不用试 我都知道难在哪儿 你看 这个乐器啊 其实我可以给观众讲 它乐是什么辅助的工具 没有 就完全是靠手感 靠你的听力 靠你的乐感 靠你的技术 乐是辅助的东西多 你有时候还可以靠 按键来弥补 是吧 当然 这个 其实这个对我来讲 不会太难 接下来我演奏这个乐曲呢 它有一个背景 深夜了 节目录制结束了 我回到了家里 特别难 而且不一定 这工字下去能出声 算了 不学了不学了 我还是学锯木头吧 好 那个简单点 这个剧子刚才呢 就是 就是我先用那个拉座 来拉了一下 还有一个是敲击 这个小木唇也可以演奏吗 对呀 稍待会儿你试一下 这个更 正好把你刚才活学活用的甜歌用进来 我听到你们两个人的合奏 听到你们两个人的合奏啊 让我好感动啊 想到了一个电影 蓝色生死恋 我以为你想到了夜半歌声 这个剧情呢 那个是最难的就是控制音准 就刚才呢 就是杨蓬老师也试了一下 他主要是说靠这个来 他有寿命吗 比如说演奏都弯多少次之后 这个就是折了 换新的 这是个钢板 不会的 不会是吗 那有时候 咱就问专业的啊 他就需要盘 你说嘛 天天在家拿手 盘手 越盘越好用 刚柔韧性越来越好 对对 有这说法吗 还真有啊 有这说法 剧情呢 这个音准控制特别难 那其实还有一个最难的 那个最难的呢 就是目前来说呢 就是在事业上呢 就是也没有几个人 是可以来演奏的 快速演奏技巧 明白了 没听过 让你做 OK 下面我给那个 使大家演奏一首云雀片段 我给你做 好 下面 好听 掌声 掌声 好赞 好赞 什么感觉 我感觉好像 它不像是一种乐器的音色 更像是加出那种 效果音的那样的 电子乐那种 意识化处理过的那种音色 对 所以说这个剧情 它是属于比较特色的音色 很有魅力的 对吧 您再给我们讲一下 它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它是产生于17世纪 17世纪 剧情我觉得 是我们劳动人民 智慧的一个象征 这是从劳动当中 获得的灵感 对 所以说 就是我们有责任 有细心的 弘扬和传扬 剧情艺术 杜老师您是 打小就学剧情吗 我从小是学二胡的 我最擅长的是 二胡演奏 因为刚刚已经 展示过剧情了 所以接下来 再给二胡一点空间 空间 谢谢 我们期待您100秒 能够挑战成功 谢谢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大声地 说出我们的口号 是金字 总会发光 好 请您登上 黄金舞台 有请 黄金100秒 计时开始 开始 我觉得应该有反转 应该会有惊喜 好 真是 哇 真是 哇 真是的 流行歌也可以 太厉害了 哇 二部还能这样吗 我觉得二部这样真的好酷呀 挑战成功 祝贺您 祝贺您 黄金项链一条 祝贺您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 谢谢